抗拒 男嘉宾到底做了什么 让原本看好他的女嘉宾态度转变如此 面对男嘉宾的主动争取 女嘉宾会作何表示 我们先留个电话先复权结束了解好吗 凡人有喜即将为您精彩呈现 凡人有喜相亲开始了 周一到周五每晚九点 真诚相亲绝不作秀 欢迎播打热心电话 68615868 凡人有喜我们等你 那今天呢 我们要带着女嘉宾去一个很远的地方和男嘉宾见面 那为什么今天我们要带着女嘉宾去这么远的地方和男嘉宾见面呢 她到底有什么样优秀的条件可以吸引到我们女嘉宾呢 接下来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这位男嘉宾 大家好我叫蔡杨今年26岁身高170在长安福特工作月收入5000 本期交友男嘉宾蔡杨26岁身高170职业长安福特员工月收入5000元婚姻状况未婚 之前有两段感情经历 时间都不长两个多月 都是因为女生性格太古怪了 动不动就发脾气 我问她她也不说 到这里分手 我的这标准年龄20-26岁 身高1米58以上 性格活泼 脾气稍微好点 不要太古怪的女生 男嘉宾走要求 一年龄20-26岁之间身高1米58以上 二性格活泼脾气好 男嘉宾您好 我是肥桃 我是正爱网关桥店情感顾问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凡人有喜 请问你今天的相信要求是什么呢 男嘉宾你不要觉得我这是在乱录节目 在模仿你说话而已 你看看你自己说话那个语气 今天的节目回放你一定要仔细看 你说话有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语调 我认为很多人可能都不太注意自己平时发言 说话的这些腔调 这些是可以修正的 当你不去修改它的时候 它呈现在镜头里面会让人觉得 如果我是女嘉宾的话 我会不想跟这样的男生相亲 今天的男嘉宾看起来似乎是一个比较内敛 不太会说话的男孩 不过根据他的择偶要求 我们为他找到了今天这位女嘉宾 他到底是个怎样的女生呢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吧 大家好我叫张莉 今年20岁身高是一米卢 然后现在从事的职业是一米有私 玫瑰的收入是三千多年的 本期交由女嘉宾 阮丽二十四岁身高一米六五 职业又失 月收入三千元左右 婚姻状况未婚 我这边曾经有过两段感情经历 有一段的话时间都很短 然后都不说嘛 但是我的上一段感情的话时间都比较长 将近两年多的时间 但是在一起的时间呢 她的脾气啊那些都比较飽着 经常一点点小的事情都跟我吵 本来尤其一个男人嘛我觉得 没必要有一点点小时候 非要超过你说我赢的那种 最后呀我们都选择分手了 对我的另一半的贼我要求还是 嗯 实际上她的年龄呢是二十四岁到三十岁 身高的话一米七左右是最好的 脾气好一点点 稍微会做点点家务 因为家务包括女人做的比较多一些 但是我觉得男人可以帮到我们做一点点 还重要一点都是要小心父母 不管是我们的父母也好他的父母也好 好今天来约会的这位女嘉宾相当漂亮 一米六五各种穿着 也很时尚洋气职业呢又是男生最爱的幼师 要求呢又非常的靠谱 真的一米六五的女生要求 一七零左右最好的男生 就最好了真是太谦虚了 我们见过多少一米五的女生 要求一米七五以上的男生啊 所以这么靠谱的女孩子 男嘉宾快点把你那个懒洋洋说话的腔调收起来 好好地把握追一下这个女生 阿夏你好 主持人好 你好 这是我们今天的女嘉宾 那之前呢我们在电话里有沟通哈 今天我们会去一个稍微离主城远一点点的地方和男嘉宾见面 因为呢她的工作单位在那里 而且呢她要四点将近五点才能够下班 所以做好心理准备了吗 嗯 好吧 好远是吧 也不是很远 但是一定会让你等一会儿 没事 等等吧 那就 以前有遇过就是说让你去等的这种情况吗 说实话没有 所以今天打扮得这么 所以今天让你打扮得这么漂亮 然后还要等一会儿的话 有点考验你的耐心 嗯 应该调节那些都很好吧 才原意找 才让我原意等 这个人家说嘛 想要找到优秀的另一半 自己要努力和付出才可以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驱车赶往我们男嘉宾工作的地方 男嘉宾因为工作的原因 暂时还没有出现在相亲的现场 为了方便今天的约会 我们只好带着女嘉宾驱车赶往男嘉宾工作的地方 和男嘉宾见面 好的 现在呢我们已经驱车来到了 位于里下我们男嘉宾工作的长安场 小儿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呢就是我们男嘉宾工作的地方 我们和编导为了让你全面的了解男嘉宾工作生活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把这个约会地点放在了这里 好独特呀 很独特吗 对呀 我们想到约会地方是这种 待会儿他会从里面出来 期待 你能够大方地穿着你的粉红色小皮衣和牛仔短裙亲自去接他吗 可以啊 我觉得他真的会很幸福的 好 接下来我们就期待一下男女嘉宾见面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了不起的车陪你起起停停 引擎却因此受损 全新加十多磁户 拥有突破性双分子锁和科技 时刻保护爱车 为启动千保护 十个保护 腰疼 腿疼 疼 疼 喝红毛药酒 方式痛 关节痛 痛 喝红毛药酒 尿瓶起液 肾虚腰酸 须 喝红毛药酒 红毛药酒 祝你每天两口健康长寿 佳节团圆 带爱回家 红毛药酒 感恩回馈 1498 六瓶红毛扛回家 一瓶红毛酒 天下而日景 冠军就要不断超越 冠军选择 新海贝斯男士 超越巨蟹 更具有质养 巴萨之选 实力派 海贝斯 不要止洗发 要练出秀发能量 潘庭十年革新 秀发能量水 Pro-B维他命原配方 深层累积能量 越洗越强 全新潘庭 川菜烹饪 没有饱满的底味 酸甜苦辣都成了空中楼阁 好几鸡精 西鲜浓郁 风味复合 让川菜地味醇厚饱满 好几鸡精 为川味打基础 你也试试吧 崇敬电视台 战略合作伙伴不费碗 感恩回馈 10月20号到11月三少期间 在药房一次性购买两颗不费碗 只需要加一毛钱 即可换购 价值198元的高级冷炸 亚马紫油一瓶 有肺部问题的观众朋友们 抓紧机会 不要错过 咳 弹 喘 你需要补肺 补肺丸 补强肺功能 专制反复 咳 弹 喘 不憋 不喘 干活有劲 把他划开 就舒服 好好传口圈 咬无极牌 补肺丸 腰疼 腿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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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红毛药酒 风湿痛 关节痛 痛 喝红毛药酒 尿瓶起液 肾须腰酸 须 喝红毛药酒 红毛药酒 助你每天两口健康长寿 佳节团圆 带爱回家 红毛药酒 感恩回馈 1498 六瓶红毛 扛回家 一瓶红毛酒 天下儿日即 欢迎有喜 我们等你 女嘉宾满怀期待地 在男嘉宾工作的工厂门口等待 终于在将近两个小时的等待后 男嘉宾从里面走了出来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 男嘉宾停在了工厂的门口 迟迟不愿意过来 好 是 他不好意思啊 那个 就是男嘉宾 刚才你看他一直蹲在这儿 编导在跟他打招呼 让他过来 他不过来 我觉得他有一点点不好意思 嗯 就是我们过去找床 我们过去主动找他 是不是 对啊 好 这个社会已经 已经反了 都是女生主动 男生你们都干什么去了 小心 男嘉宾 你好 我是一男 你好 你不就用手都不跟我握吧 那好 那你跟女嘉宾握 不小心 小孩 什么 她没弹过去 她说 那很正常 现在男孩子 男孩子的脸皮 都比女孩子薄 好 我介绍一下 这是小染 这是小染 你喜欢吗 啊 吃豆腐的吗 喜欢的 喜欢的 你说我们讲普通话还是听得懂啥 对啊 你们就不要讲普通话 我就随意一点 我觉得讲普通话要清晨一下 现在不跟我好情 好 呃 你要不要带小染去周围逛逛 如果我觉得一直在这儿 你会一直处于不好意思的状态 哎呀对吧 我们逛一下嘛 这是她通坐的地方 你带路吧 你比较熟 看来男嘉宾是担心同事看到会不好意思 于是想赶紧换地方约会 可是在决定接下来去哪里约会时 男嘉宾却纠结了起来 我记得什么 从啥子以后 我觉得少年轻化的时候 里边有没有孩子可以走了 你去接电话 哦 我看到来的时候那边可以走 那是接电话 他说得不应该是 你不说吗 我们都站那么久了 他也不跟我说啥子话 男嘉宾电话打完了吗 好 你看到附近哪个地方去做一做了解一下情况呢 附近啊 嗯 附近好像哪边有公园啊 公园吗 嗯 那就去公园呗 听你的 因为这个地方你比我们熟 下面走哪里 现在你确定走吗 走路嘛 你要坐车也可以 坐台湾你妈 你的车看吗 嗯 啊好吧 那我们就开车吧 那就开车就走公园 嗯 走吧 去公园吧 好 走吧 对女嘉宾感觉都不错的 多好的一位女生 对女嘉宾身高啊 长相啊 都满意的 经过一番纠结之后 两人最终还是决定去公园约会 可就在两人逛一会儿公园后 女嘉宾在男嘉宾去洗手间时 突然提出了这样的意见 哎呀 我们都广了啦 我们就啦 而且 有没有说啥子的 要不然 你看我唱高 我这儿只有累天哪 会哪呀 划一个地方走会儿吗 要不 这边倒是 我们不是找过那个版本吗 哪里呢 哪里呢 后都闻只有 那你想去哪 就换一个撕累的吧 换一个地方 没有那个太多草的地方 你说那个货车是不是 对 货车 然后还有就是那边 草坟里真的闻得特别多 哎呦天哪 你们今天这个界面真的很波折 我汗水都走出来 找到了板凳 你们又不坐了 我叫男嘉宾关 男嘉宾 男嘉宾 来来来来 这周围有没有咖啡厅 他说有蚊子这个地方 而且货车声音太大了 咖啡厅 咖啡厅 这个附近没得了 这附近都要常去的 下面有个亭子 我记得 所以我们就 女嘉宾又穿了高跟海 所以说想带她去那个亭子做一会儿 要不然这样我们去亭子做一会儿 好 好 女嘉宾原本想换到室内约会 而男嘉宾却依旧提出了 去凉亭休息 于是走到半路 女嘉宾就开始有些不开心了 咖啡厅 咖啡厅 还有好风呢 我真的独走路吗 我觉得好 你看真的要黑了 而且我觉得 我们把高跟海宾也站了两个小时 看高跟海 我现在走了一天了 换一个地方 而且现在如果天都黑了 还从夏天走的话 全是超 超辣的 早上能躲到的地方 所以变成这点都黑 只有因为我觉得实在是现在闻着黑了 而且我也拍了那种 之前少朋友都带女生去公园啊 看电影啊那些 运回今年都不是很多 不晓得带她去干嘛 看着一直不开窍的男嘉宾 特派员只好把她叫到一旁劝说 你平时你 你不算好朋友吗 有个圈子站得很久了 穿起来跟我们看 要不然能吗 这里找一个安静点的地方 没得哈 这是内光的地方 你确实被个穿着端裙 自己一直找我们怎么办 他就位子很老嘛 他就位子 你那里做的吗 他都是不相对的那种 能我给你两个选择 给你参考一下 要么你都往北北方向走 因为你一家正好是那个中间 要么你都往江北方向走 他别的也不是说 一定要让你去好好的地方 他都是想找一个制造 说能够坐下有光的地方 我要的呀 哈 你觉得那边方向 或者你去问一会他吗 你们对这也没那说起的地方 你去问一会他 想往那边走 怎么怎么 回来看来看 看来能够留吗 第二来我给你讲一下 我们现在决定方案是这样的 因为他家住在蔡家 所以他平时对周围也不太了解 我们现在是两个方案 要么往北北走 因为今天周末很堵车 然后还有一个方案 就是往江北走 因为他其实也不熟 所以就问一下你的意见 想往哪边走 他住在蔡家 蔡家有没有熟的地方 蔡家 蔡家有没有什么就是 好吃的嘛 我做东西我来请客 也可以 好吃的 都差不多 你是不是觉得去蔡家 你也不好意思 没有 蔡家 都可以 你是不是不想去蔡家吗 没有啊 我还是刚刚在问你的事 你态度一直都不明确 把女生明确 找不到蔡家 你说来蔡家坐好久吗 没坐好久 没坐好久 你老爸你以前坐两个人 坐远圈 不一心 眼看着天色越来越暗 着急的特派员赶紧出谋划策 在经过一番漫长的商量和纠结之后 终于决定了去蔡家继续约会 经过这么多的波折之后 两人也终于能坐下来 好好了解了解彼此 这家的粉盘什么 上了十年多 十年了 你们哪都是属于说一下分次来的吗 分次来的 现在自己在拿着粉盘还是过很早的 过很早的 之前说 在空港里面 但你们是实际拿着的 谁的 你们把这儿过去 前面多了 三个多小时 我们也不要紧 帮我们点这样的 应该一个 一个多小时都到了 两个小时 哎 紧急嘛 你之前刷过这个 刷了 对 你一边是啥子 要求啊 我说不出来的要求 反正看自己喜欢吧 就是老门 新门 听不懂 就不像这儿太旁啊 还有什么 哦 拿下 算自己喜欢就行吗 但是你你们别人来休息两天啊 对 我们家比较多 暑假 寒假 中午 街家吃饭的都有 但是还是很辛苦啊 一天娃儿调皮的很 我们因为是幼时 跟娃儿调不一样 就像带娃儿一样的 也娃儿一天 尤其是刚来上学的 现在娃儿上的到都两岁了 还是不说的 完全是想带娃儿一样 而且不是带哥 是带琴 还是好帅一天啊 你们休息三个休息 不加班就休息了 不加班就放松休啊 哦 像明天 本来真的我是少生的 有加班最别多休息 拿着好多加加班 干聊天过后 结束了我们就干着 对他多满意的 心里多好 看起来两人的聊天 进行的还不错 而男嘉宾也表示 对女嘉宾很满意 然而此时的女嘉宾却表示 看到我们刚刚吃饭聊天下来啊 我对男嘉宾的感觉困 感觉她的表闷那种 然后心里也不想抬了一下 所以说我也 对那种心里可能 也不是很满意 我那种心里 此时的女嘉宾态度有些犹豫 不知道得知女嘉宾态度后 男嘉宾又会有怎样的反应呢 好男嘉宾现在情况是这样啊 刚才我也跟女嘉宾说了 时间已经 现在已经九点过了 然后呢 我们今天的这个约会呢 也差不多的结束 但是结束之前呢 我们都要了解你们彼此的想法 嗯 喜欢嘛喜欢 还是想要追求一下 延续一下今天这个 感情啊 对 那我现在要跟你讲一下 我们女嘉宾的态度 女嘉宾就是在 今天你的这个 有一点犹豫不决的这个 感觉对她也不是很热情的 这方面呢 让她觉得有一点点的 嗯 可能会成为一种阻碍吧 所以接下来 我把这一点给你讲了 如果说你想跟她在一起 我觉得追求环节很重要 如果追求的时候 还是一种 不以为然的态度的话 我敢肯定你 肯定不会成功的 你需要时间准备一下吗 不需要 不需要吗 马上就来吗 嗯 确定 嗯 OK 这是我们男嘉宾今天 最果断的一次决定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把小然请过来 做出他们今天见面的决定 看一看男嘉宾将以 什么样的追求方式 来面对我们的女嘉宾 我们先留个电话 先复权解除了解好吗 这个男嘉宾人啊 这些都很好 心情也很不错 我考虑什么 来我们面对镜头啊 好 刚才双方都把自己内心的 这个态度说了出来 但是我们在故事 没有到最后的时候 我们永远不知道 结尾是什么 所以今天呢 我们要把这个选念 留到最后 那接下来 到底她的答案选择 是什么呢 我们要请男嘉宾 把你的车停在路边 如果小然 她能够给你这样一个机会 她会接受你送她回家 当然也有可能 这个结尾是小然转身离开 所以我想问你 还有没有什么想补充的 好可以吗 这样 可以 好来 欢迎宇宙 我们等你 感谢大家的 感谢大家的 传统 我感谢大家的 最怕你忽然说要放题 而是自己的感受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觉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 如果你是一个男性的话 我希望你们引以为戒 如果我们电视机前的女观众们 也在认真的收看这期节目的话 希望你们在生活当中看到这样的男士 不管他的外形条件或这一条女朋友的优秀 坚决的说不 我们应该把这种直男矮 彻底的扼煞在他们的摇篮里 或者是他们生长的任何一个阶段当中 节目的最后呢 我们要特别感谢周志福珠宝 治安医生幸福一世 感谢周志福珠宝 为我们节目所提供的奖品赞助 如果您想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话 除了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68615868之外呢 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登陆真爱网进行报名